民進黨聯合競選總部六位發言人分別是游國聯、陳定玲、高芷婷、黃慧慈、薛成毅、林瑞文各有專長 希望能擴大議題攻防以及團隊戰力有效和中間選民年輕世代溝通對話並且爭取認同和支持 我們最近可以看到白河吵了很久之後最終還是分手我們只能看到他們的結合只是為了一些失利 但是我就可以看到賴清的副總統他卻不斷的提出相關的政見 譬如教育的部分他提出了五大政見文化部分他也提出了兩項承諾的八個主張 這些都是其他候選人並沒有在琢磨 立委參選人陳俊宇表示未來若是進入立法院希望推動各縣市議會增加政黨比例代表議員席次 讓更多具有專業背景的人才進入縣市議會提升公共治理的品質和公信力 所以未來居於進入立法院我希望能夠來推動我們各縣市議會增加這個政黨比例代表 這個部分區的部分議員的形式能夠讓更多有專業背景的人才可以進入縣市議會 共同來為我們這些公共治理的議題來做馬關也能夠相對來提升議會的品質與公信力 那更可以來減弱這個地方派系還有家族勢力黑金長期對選舉的這個操控 那降低我們青年參與這個政治的門檻 以深化我們台灣的這個民主可以有趣的發展 競選總部副主委陳經德則是指出歐洲先進國家和臨近的日本韓國的地方議會 早就實施政黨比例代表制台灣是少數還沒有實施的國家 若是能推動成功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日本 韓國 法國 德國 北歐 通通是不管是州的或者是縣的 政的這些議員 比例代表的比例非常高 台灣是極少數 極少數只有用區域選出議員選出代表的國家 所以我們認為立法院立法委員可以有部分區 縣立委 縣立委員也可以安排部分區的制度 這樣對我們民主深化 民主制度的扎根這麼有一定的進步的意義 新年比台灣 陳俊宇 勾善 新年比台灣 陳俊宇 勾善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心採訪報導